亲爱的爱多美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高级营销经理金秀兰。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的梦想跟绝大多数人一样,那就是长大以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成功,从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此,我为了我向往的未来,选择了自主创业。 线下做着传统销售,线上做着微商,就这样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想的只有赚钱,因为那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我一做就做了七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各行各业的竞争愈演愈烈,我的传统销售也越来越不景气了,微商也越来越不好做了。 我相信有过传统销售或者微商经历的人,都会感同身受的。 由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竞争力和创新力都没有了,我们的收入还会有保障吗? 但如果我告诉你,有这么一个平台,没有门槛,没有压力,不管你的出身如何,不问你的过去如何,更不要求你有资本,只要有报复,有理想。 愿意去努力,就可以取得成功的平台。 不仅如此,还能让您变为平台的主人,甚至将您的平台打造成超链接枢纽平台,您愿意静下心来了解吗? 如果您愿意,就让我带您一起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爱多美,超链接流通枢纽事业。 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疑问,真的有我说的那么好吗? 这几年,各种各样的平台此起彼伏,都说自己是最新型的模式,有发展的前景,是最新的趋势。 但这种事情经历的多了,渐渐的我们也都心知肚明了。 别急,让我为大家一一道来。 首先呢,让我结合自身的故事,来解释一下这个爱多美平台吧。 在三年前,第一次听到爱多美的时候,因为有七年的种种经历,所以呢,我是拒绝的。 因为我不想为他人做嫁衣,也不想再次踏上营销的这条道路。 但是在朋友的强迫下,我使用了几款爱多美的产品,从那时起,我心里多了一个问号。 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平台,怎么可以把性价比做得这么好呢? 如果真的是所有产品的品质都这么好的话,那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天赐的机会。 我将自己之前下过的决心,全部抛在脑后了。 一门心思去研究,解读爱多美事业模式。 大家猜,我都解读出了什么呢? 第一,从公司层面上,一般的新兴平台,我们是看不到实体公司,生产线等等。 很多都只是一味的在互联网上宣传,通过APP来经营。 公司实力和背景都无从考证,并且都强调,先经营,先赚钱。 而爱多美在韩国建立于2009年,目前在全球的19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成立了海外分公司。 从2009年开始算起来,已经成功运营了12年。 并且现在有很多的供应商都选择与爱多美合作。 爱多美自成立12年以来,在全球市场每年都保持着持续稳健的成长。 大家试想一下,公司的成长是不是也恰恰说明了, 经营爱多美同样也会有持续稳健的收益呢? 第二,经营的产品不同。 一般的公司和平台都会采用低价引流产品来吸引消费者, 然后再去销售利润高的产品,并不断上架爆款产品。 重点旨在把货卖出去,而质量却无从保证。 还有,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家里是不是有很多闲置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一时冲动而购买的非日常消费品呢? 回头再说说我们爱多美。 在爱多美商城里上架的每一款产品都是通过自主研发或与厂家合作进行严选的产品。 而且大部分产品都是生活所需品。 在这一点上,当消费者把产品买回家了,使用的书心了, 我们经营者也会获得顾客的认可与信任。 好的产品自然会引发回购,也让我们的事业会更加的稳固。 第三,销售方式的不同。 传统的销售是不是需要租赁店铺、招募员工,甚至是被大量的货物呢? 甚至有些项目需要投入很多才可以拿到经营权。 但在爱多美不同,上述一切都不需要。 经营爱多美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成为经销商, 更不需要额外的投资,便拥有了给朋友、家人等推荐的权利。 当然,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必定会引起消费和购买。 我们该怎么办呢?只需要邀请消费者自行注册成为会员后,到官网上统一订购就可以了。 再也无需我们担心备货、压货、存货的难题了。 并且爱多美对所有会员都一视同仁,都是以统一的会员价进行销售。 这难道不是爱多美与其他企业在销售上的不同吗? 第四,收入方式的不同。 根据对以往传统行业和模式的认知,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跟身边的人提起爱多美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说,又是这种模式,我知道,都差不多的。 很多人本能的就会去联想到,说得挺好,里面肯定有陷阱和套路。 加入会员是不是要加入费?是不是有业绩任务?是不是靠赚产品差价?等等。 说来说去,还是怕自己的经济利益会受损失, 同时呢,也不想为了赚钱而伤了自己的人脉。 说到这里,有不少人会问,那爱多美呢? 爱多美的收入方法不是这样吗? 那在爱多美,我们的收入来自于哪里呢? 《穷爸爸和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奇曾说过, 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我们就要一直工作。 如果不想一直工作,要么创建一个系统,要么加入一个系统。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创新和引领能力去创建系统的话, 那我们就要加入一个系统。 所以,爱多美是一个给我们搭建系统的事业。 但这个系统的收入是否可以支撑我们的生活呢? 没有能力,人脉有限的普通人也可以经营这份事业吗? 它会不会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落后于时代呢? 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系统的底层逻辑了。 因为我们爱多美是消费者为基础的流通企业。 流通的是大众精品,会主动引起消费和回购。 而我们要做的是,就是将爱多美产品推广给其他的消费者, 在为他们提供更优的消费选择的同时,从而建立自己的消费市场。 那当然,我们会根据为自己市场提供的服务而获得收入。 我们现在处于万物互联的时代, 爱多美帮助我们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流通网。 每一个经营者都是一个链接,链接起无数的消费者。 而无数的消费者又会成为一个一个的新的链接。 当我们拥有了我们自己的流通网了, 就等于我们拥有了一个消耗量极大, 并可以自动化运营的系统了。 因为人的一生离不开生活,离不开消费。 只要有人因自己的生活所需而消费, 我们的收入也就不会断流。 所以呢,即使时代变迁, 只要人的生活所需不变, 我们的事业也会长青。 爱多美超越了现代人以企业利益为中心的经营方式, 而是通过超前于时代的顺应人心的经营方法。 所以呢,当然也不会输给时代。 在时代快速发展的环境里, 我们不用再担惊受怕自己的竞争优势会不会被取缔。 我们只要牢牢地跟随着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不断进行分享, 不断复制, 帮助身边的人提高生活品质, 节省生活费用。 这不就是人人可为的事情吗? 在这个发展飞快, 变化莫测的时代, 如果想要成功, 就让我们背靠大树。 我们可以不轻信, 但也不要轻易拒绝, 一定要认真了解, 正确判断, 再去做一个人生无悔的选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